福田在大家的印象中就是坐卡车的 比如说他们旗下的拓路者就是一款很著名的皮卡 可福田在乘用车领域一直没什么建树 但最近福田也开始造SUV了 近日有媒体拍到了一款福田拓路者SUV的照片 这款拓路者的SUV外观看上去实在是太霸气了 它的外观真的不像一款民用版的车型 它的造型更像是一辆装甲车 硬朗的车身渐冷渐脚的线条 几乎看不到一丝乘用车的柔和 车头上带有大大的福田logo 上下分层的大灯 还有点福特F150的感觉 车顶还带有四个探照灯 车身侧面最个性的就是车窗的造型和轮眉 六边形的车窗怎么也无法和乘用车联系起来 而车尾最扎眼的则是极为夸张的后保险杠 当然尾灯组的造型也是非常有特色 该车的车身长度超过5米 轴距超过3米1 动力搭载的则是康明斯的2.8柴油发动机 功率130千瓦 扭矩360 通过车尾的车标来看 该车也是四驱车型 该车到底是乘用车还是特种车辆 目前还无法下定论 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这台全新的SUV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见 下期见 下期见